三层会客室 今天在我们三层会客室 就要来跟大家聊聊 该怎么样去看懂食品的标示 要来安心选购食品 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 苗栗县政府卫生局 食品卫生科的科长徐玉清 科长先来跟我们相亲打声招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科长刚刚我说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安心选购食品 看懂食品标示是非常重要的 先来跟我们说一下 现在消费形态改变这件事情 其实消费形态改变 其实大家明显 最明显就是疫情的影响 大家都在家里自己煮啊 自己吃或是外带 那其实外带的 即食的先食食品 或者是买一些冷冻冷藏的 调理包回家自己加热 主食之后就可以享用 这种东西已经越来越便利化 然后再来就是人口少子化 家庭的人口数少 可能这种方便即食的 产品就非常的盛效 也是食品业界的一大的改革 那其实随着这个食品的形态 越来越多样化 那其实包装食品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已经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随便都可以看到一个包装食品 那当然标示 就会成为消费者选购食品 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就是你透过标示 食品标示 那怎么让你清楚 你要买的东西是你需要的 或是你买的东西是 你想或是合格的 你觉得安心放心的 这就很重要 所以业者我们也是会在 在稽查业者的时候 或是跟业者教育的时候 希望说他们把食品内容或特色 除了透过正确标示展示 在包装上面 不是说只是吸引消费者 去注意他的产品 而是要对消费者 去做产品的负责任的态度 那消费者当然可以透过 包括标示这一块 可以有一个正确的消费信息 也是对消费者权益的一个保障 那当然我们食品相关的 就有相关的法规 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里面有对这些不管是在法规 母法或是施行细则上面都有一些要求食品业者要遵守的一些遗物 或是该标示什么 对他们的产品做负责 对就是要负责啦 那刚刚科长有提到所谓的包装食品 这个听起来蛮笼统的 就是请科长来跟我们相亲说明一下 什么是包装食品 那还有什么东西是他不算包装食品的 其实提到包装食品大致就是一个叫包装食品叫散装食品 没有包装起来就散装食品 那怎么去区分呢 对 那像我们的包装食品就是它有固定有的密封 大热罩有的密封包 那它们有开启这种辨识性 然后可以 当然主要是说它包装完整密封之后就可以长久的保存 然后可以扩大它销售范围 像这些密封包或真空包 它就可以延长它保存的期限 那就可以扩大它贩售的范围 我不会说只有去取用 或是我们到菜市场 可能当天买回来 我们就可能这一两天就要享用完毕 或什么之类的 那这就是要包装食品 那另外一个反过来就讲说散装食品 那就可能陈列贩售的时候 它没有包装或是有包装 那它的包装就是不具有起风的辨识性 或者是说不是密封的 那也没办法放太久 刚刚讲成菜市场 或是我们去哪边买回来 没有办法放太久 那它也没有办法扩大 就是收购各种通路 或是扑获到各个地方去贩卖的部分 那包装食品它甚至可以卖到国外 或什么之类的 那所以用这样来看 我们简单来看一个 假链袋的食品来看看好了 那你刚刚看口香糖 上面是还有多一层套的 它是要另外撕开之后 可是它还是可以密封回去 那它一开始出来 就是叫完整包装 那我们一般 有时候自己装东西 可能去买个那个夹链袋 透明夹链袋 就可以放食品 这种东西就可以 它随时都可以打开了 那就不算是完整包装 就算散装食品 这个就算散装食品 那就很像我们去菜市场 或者是夜市 有时候都会卖这样 它甚至说就要再绑起来 这样也算是散装食品 但这个部分就是说 要看它们上面 有没有所谓的食品标示 这个规定了 就是要看这个规定 那科长来大概跟我们说一下 那上面的包装食品的标示 它需要有什么不同的规定吗 其实我们先来讲简单的好了 因为包装食品真的太多规范了 那我们先讲一个简单 刚刚不是讲到散装食品吗 你可能用一个袋子装 这样子就可以贩售 那可是它如果是在公司 或是有商业登记的一个贩售业者 它就要标示它的品名 以及原产地 像我们去逛一些简单的超市 或者一些南北杂货店 它就要标示这个品名 最常看到的就是 对 例如说它标示香菇 原产地是南投也可以 或是台湾都可以 那另外一个 可是如果说它没有具有 不管是它有没有商业登记 税籍登记等等 就是说它没有做 就是一般的像我们的路 甚至到路边堂或是餐车等等 这些它所贩卖所有的产品 有20项是散装食品 是一定要标示原产地的 其他就比较没有要求 例如说它不管它贩售是 生鲜或是冷藏冷冻 像泼水或干燥或是我们年碎研磨 像研磨咖啡什么等等 简单切碎的像我们讲 有20项产品 有花生啊 豆制品 红豆 绿豆 黑豆 黄豆 那我们这样卖 蕎麦啦 或者是薏仁 或者是芝麻 或者是小米等等 那还有的大蒜 那我们的农产品 香菇 茶叶 红枣 枸杞 我们的杭菊 还有我们的禽肉类的 像我们的鸡 猪 羊 牛 等等这20项的农序产品 那这些都要标示原产地 都要原产地 对 它散装 其实它是卖一只两只 都要在它的架台上标示说 这个是台湾的 或是什么之类的 这个因为 也很多进口的 像牛啊 什么的 像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今年开始在猪肉的标示这一块 查验比较严格一点 对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你到这个餐厅 除了牛肉 其实很早就推动了 来源到底是哪里 对 你的猪肉原产地在那边 就是做这种标示的部分 刚刚科长讲到那些 几乎都婆婆妈妈们 很常买的 生活必需品 对啊 好那我们简单的讲一下好了啦 就请教科长 包装食品标示 它上面 大概要明确标示的事项 有哪几项 大家一眼望过去 一定要看的 包装食品 其实不管它是食品 或是原料 刚刚讲很多的都是原料 对 它的外包装或是容器 上面都要有中文 或是通用符号去显示 它的这个产品的一些资讯 大概有十大项目 十个项目 当然第一个品名一定要有吗 第一个品名一定要 对对 他知道自己吃下去是什么 第二个品名 有时候品名跟内容物不太一样 所以它里面含什么 一定要写清楚 里面有什么东西 你们可能 像我们的 可能有好几种混合在一起 你知道把里面有内容物 有什么东西要写清楚 大家都要条列讲清楚 是 当然你的量 数量 不管是数量或重量 都要呈现 这是基本的 这跟你趁金趁重奈一样 大包小包一样 那当然添加物一定要 那添加物 不管你今天有没有添加 你都要写 那就要把食品添加物写进去 那当然 刚刚讲到厂商 厂商 所以厂商一定要把它的 厂商名称 厂商联络电话或地址 写在上面 那如果是我们的 像我们的农民的 他们有做一些 生产履历的 他就要把生产履历的东西 给产生上去 那当然最重要 我们刚刚提到 一直在讲 不管是散装 或是完整包装 都要标示原产地 原产地 因为我们有些是进口来的 像我们知道日本的食品 它进来 那就一定要标示 中文标示之外 然后它的产地 不是只有像我们刚刚讲的 你可以标个台湾 它不是只有国家 它一定要标示到都道县 哦就是日本的 哪一个府 哪一个都 对对对 那这个主要是针对 像我们讲的 福岛核灾事件之后 那有五个县 五个县是 是是是 是被规范一定要 比较不能进口的 特别严格一点 那不能进口的 那这些就不会在里面了 那当然很重要很重要的 常常我们的业者都会写错 因为它跟一般商品 最大不同 就是不能指 要标 我们是要标示有效日期 有效日期 对这很重要 不是说保存两年保存 不是 它就是明确标示 它到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过期 对年月日都要标清楚 所以它有效期 是代表它对消费者 或是它自己产品的 一个保证期 所以我们最大食品不同 就是要标示有效日期 有效日期 对 那当然营养标示 营养标示 大家基本上 很多都还是用旧油 因为随着 大家对营养的 这个概念越来越 因为说标示的太简单 可能看不懂 所以就要特别要求 业者把营养标示标清楚 那还就是含基因改造的食品 那有五大类基因 好像黄豆啦 甜 玉米啊等等 这些棉花 这些都是基因改造的 里面含不含基因改造的 我们最常从玉米罐头 可以看到是含基因改造 对 那一定要强调 有人不吃基因改造的东西 那这个要跟消费者讲清楚 那最后一项就是 其他经中央主管 集团公告事项 这个很冗产 对 非常的多 主犯不及被宰 我可能跟大家讲 大家最关心第一项就是过敏源 过敏源标示 从今年也开始标到11项 过敏源标示 这很重要 为什么很重要 因为有的人会对 某些食品是过敏的 因为里面很多 混合在一起的东西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对 这样如果综合的坚果 可能也有含花生 那如果能对花生过敏 如果你没有标 那可能他吃进去就开始过敏了 那我们基本上 我们先讲 有拿11项是过敏源 一定要被标示的 例如说像甲壳类的 像虾类或是螃蟹类 那种甲壳类的食品 芒果 花生 牛奶洋奶 就是奶类的 对 蛋制品 坚果类的 芝麻 肤质 大豆 还有鱼 有人有对鱼过敏 对 海鲜 对 那这些东西 中光它就一定要 这是强制公告 一定要被标示的 过敏源 那其他没有的 那可能就有些 警语的部分 例如说 小朋友的 对蜂蜜 他就提醒说 警示说 三岁以下 或一岁小朋友 不适于饮用等等 这些警语都可以 自愿性的去标 这不是在法规里面 可是 不是强制性的 对 可是你还是要去做一些 提示的警语 因为这个其实 提示的警语 就是保护你自己 跟保护消费者 消费者的健康 那当然还有很多类的 那这个 真的很难讲清楚 时间的关系 没办法一一的讲完 不过刚刚 科长提到 这个过敏源资讯 真的也是蛮重要的 大家现在选购食品 如果你本身 对什么食物 来源过敏 的话你自己 要特别的注意 那我这边 会再提醒一下 就是说 其实主要是说 他提醒你之后 不管你的保存方式 或是你买回来之后 你一定要记得 就是要把它 依照他所 比如说要冷藏 或冷冻 用他方式去保存 那不然 其实吃坏身体 是消费者 自己的身体去受损害 这样子 那我们也没办法辨别说 这食物中毒 或是这个后续 是跟业者相关的 所以产品责任 一定是 一定是有帮业者 去做把关 就是说 保障消费者 有业者 这个去赔偿的责任 可是如果你不是 依照他所在上面 给你或是上面提醒的保存 或是个条件的话 去引用的话 或使用的话 那这个责任可能就 归属就比较难去厘清了 好 那最后其实很重要 就是科长要来提醒 我们所有的乡亲 还有一个食品法规的 一个心智 要来跟大家提醒 介绍一下 刚刚讲那么多 其实消费者在聪明购物 这件事情要注意一下 就是以上相关的资讯 那业者在网站上 或者是在外包装上面 有标识厂商的相关资讯 这是很重要的 那刚刚有提醒到 我们的听众朋友 不管你是使用的 冷藏方式 或者是你使用的一个 要不要加热 或是直接可以及时想用 这个东西要特别注意 那我们来提醒一下 消费者 就是说明年1月1号开始的 或是我们业者的 一个法规心智 例如说巧克力的品名 跟标示的部分 我们大家都知道 巧克力其实我也分不清楚 什么是黑巧克力 什么是牛奶巧克力 什么是白巧克力 然后又几%几%这样子 那为了要保障消费者 对于 当然还有业者 对于产品的一个 内容物的一个存量的部分 所以当然会依照 它的内容物跟内容物的含量 不一样 而去区分这三大类 那基本上来讲 黑巧克力 它基本上 它的总可可的固形物 要含到35% 那牛奶巧克力 要含25% 当然里面有含 有没有含奶粉成分 或什么的 就比较细项的 这边 大家就可以参阅相关的 上网去看相关的资料 另外一个就是 要特别提醒 就是投保产品责任险 这个就是 我们其实一直在 不断的拱动式修正 所以明年1月1号 针对说输入业者 有税级资料的 或是农产品初级加工者 叫加工厂的农产品 很多 我们现在非常多 因为有农业大县 所以我们很多农产品 初级加工厂的 都要投保产品责任险 这也是对消费者 一个产品的保障 那另外一个 我们再提醒大家 就是食品 以及相关产品的标示 宣传或是广告 涉及不实夸张 或医生误解的一些 认定规范 明年7月1号开始 不可以有健康两个字 所有的产品外包装 都不可以任意 加速健康两个字 那我们知道 有小绿人这个标章 就是有健康认证标章 那是经过国家 要去审查的 所以不可以任何一个 标示外没有加个健康 健康两个字 绝对不行 那当然就是 大家很爱喝的 气泡饮料或什么的 那针对二氧化碳 这个东西 我们明年把它纳入 食品添加物的管理 7月1号开始 政治上路 那我也知道 大家最近喝咖啡 都可以看很多 咖啡因的标示 大家都知道 红绿黄嘛 对 那个 其实就是代表说 产品咖啡因的 含量的标示 那大家就可以依照 你自己可以忍受 咖啡因的一个 一个容许 的一个范围 包括像是 手摇饮料店的也是 因为今年度 110年 只要是针对咖啡 那现在只要是 饮料里面 含有咖啡因 咖啡因 相关的 不管是插饮 可可或什么之类的 都要标示 咖啡因的含量 这些都是要 保障消费者 对于食品的 不管是资讯来源 或者是对健康 可以做更好的把关 那我们最后提醒 听众朋友们 年节将近 我们拆买年货 买适当就好 那买新鲜食餐 那当然也要注意 保存的方式 那冰箱的东西 不要放太多 那吃之前 如果说你要再 重新复热的话 一定要加热到熟 尤其是年菜 大家现在外带年菜 很方便 然后当然就是要烫 或什么 一定要加热到够 这样预防食品重度 那也希望大家 过一个非常安心的好年 是 希望大家买得放心 吃得安心 要看懂食品标示 才能够安心选购食品 好那今天的节目 也非常谢谢 苗栗县政府卫生局 食品卫生科的科长 徐玉清 谢谢科长 谢谢听众朋友 深层会客室 我们下次见